小桃 没想到我也晋级了吧 这是我第五年 第一次闯进第三轮 怎么说呢 真是 又兴奋又陌生 我看了一下这一轮 我同组的对手是 小北 斯文 孟川 王建国 徐志胜 肉食动物 还有杨丽 我在里面有一种 外国人到中国打乒乓球的感觉 那些从第一季就开始喜欢我的观众 我也可以终于跟他们炫耀 外国人也是有手的 江苍也是有嘴的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 网上最近很流行一句话 经典超绿牛奶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五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念广告 新第三轮确实是不一样 大家不知道 很多演员还不太愿意念广告的 我就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念广告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所以导演组把广告词给到我的时候 我都嫌太少了 我觉得他们的广告词就应该是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三年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灵门 六克人生高蛋白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 说实话 该说不说 我前几年上节目 我给网友留下的印象 实在是太差了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 网上有些粉丝过来 鼓励我 也不好好说话 非得给我铺垫一大堆 给我来个预扬心意什么的 说那种 子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端也不好 在节目也被淘汰了 但你是最棒的 我听话都不知道 最棒在哪里 我觉得这人过得不顺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敏感易怒的 我是那种敏感到 进口于迷信那种人 我这四年 每天晚上睡觉 我都是开着四胆灯睡的 我每天起床的闹钟铃声 是李戴雷音频 恭喜进入晋级区 我 我已经神经病了 我跟你们说 所以我也看不得 网上那些弹幕了 你们都不知道 像我这样 前几年我在节目上那段表演 他们是怎么骂我那些弹幕 他们甚至都没有在评论我的喜剧的 他们就说很讨厌我 在表演的时候 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 很不卫生啊 我理解的 我理解 其实就是因为我表现得太差了 其实一个人他只要足够成功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评价的 你们看过王嘉尔唱歌吗 王嘉尔也很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唱歌的 但从来没有弹幕说他不卫生的 人家的弹幕全都说 我好想当那支麦克风 我觉得 真的生气你知道 我每次都忍不住在下面留言 我说这也太不卫生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又生气网友骂我 我又很理解人家为什么骂我 因为我现在回去看我自己那段视频 我都想骂自己啊 是我不好 讲这么多年的脱口秀 连普通话也说不明白 去年 去年我还在节目上 我还臭不要脸说自己是帅哥脱口秀 搞了喜欢帅哥 很喜欢脱口秀的都不喜欢我 我甚至连夜给庞博打电话 我说对不起 我给帅哥丢人了 前几天 大家应该也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播出了 你们看到网上那些评论的弹幕 怎么说真是 杀疯了杀疯了 我们的演员情况就四个字 就是无人生还 每个人都被臭骂了一顿 连成路话眼线都被说了几句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眼线领导瞎线老板 今天这一期是半个月之后播出的 我希望到时候我精神还正常吧 真的趁我现在还健康 我想对半个月之后的自己说 江四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通也不好 在节目会可能会被臭骂一顿 但你是最棒的 谢谢大家 好